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们看到了她的分别吗 一个从渔村 从乡下来的男孩 他经过了努力 经过他不放弃 现在追求到他的梦想 他已经是在国际知名的 摄影师的顶端了 那不知道蔡外来 他会有怎样的规划呢 锁定转列点 待会我们和你分享 欢迎回来转列点 这一集我们就要跟着Zone的脚步 一起进到国际的殿堂了是不是 是的 所以我知道这边一定是你的秘密基地 所以我们很荣幸来到Zone的家 这不是我的家 那是谁的家 这是我的工作室 我住在这 工作室 对 这是KR最简陋的工作室 可是你是国际大师 你不觉得我最出名的是不按理出牌吗 那我相信你里面的陈设 一定会让所有观众大开眼界 进来了 国际的殿堂 石头 石头 好石 这其实是我的石头的收藏 这些石头是从全世界不同 各地不同的地方拿回来的 这个是南极的石头 我很喜欢一个东西就是很弱的感觉 很地道 很当地的 很当地的 对 所以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 把当地的时候撕回来 观众朋友们 我想请问大家 你一辈子可以旅行到多少地方 在我身边这一位之后呢 他凭借着拍国际婚礼竟然走遍全球六大众 请问你是怎么做到的 就是每一个客户的东西就很真的帮忙拍好 别人做100分 我们就做150分 那我相信世界到处飞来飞去发生的事情 也会特别地精彩 是不是 有很多 三个星期前 我在卡扎斯坦开招 他们一直邀请我吃马肉 就是我们的国宝 你一定要吃 我咬第一口 非常好吃 什么 对 其实我咬第一口 非常好吃 然后没有肌肉 然后他们跟我说这是马肉的时候 我就天啊 我就不敢吃了 说到吃 还有多一个我在日本拍照 客户就请我吃这个帝王蟹 第一个餐来了 好 第二个就像鲨鲨鲨这样 上面有一点黑鱼鲨这样 很珍贵 我就吃了 我的客户就说 这很棒 好 你知道什么吗 这其实已经没见我溫浪出一个 没有 经历了 我就 那occup… alguna jemand想太可 your work 有一次我就去意大利拍婚礼 那应该是我一个 Central 以我最开始厚州的婚礼 拍照就用我们普通的S Sports 我都是穿白色衣服 然后很快的动作躲在 esa边拍照 另外下一眼就另一眼了 所以那些英文人都很惊讶 有人这么拍照吗 然后他们就说 给我一个很好的测试 我没有讲 《尼尔导人》的《尼尼导演员》 因为你动作很快 然后就 《尼尼》 对 所以之后人家就叫我 《尼尼导演员》 还有一个是两年前的 是在西班牙 我们在下午四五点 拍了这个圣派宫 晚上就是连接时间 非常地连接他的婚宴 通常一般的摄影师 需要四个小时到六个小时 做一个slide show 晚上播出了 但我只有少过一个小时 而且我一个人拍 那时我没有注意帮你 我就觉得OK 我一定要做别人做不到的东西 所以我就在四十五分钟里面 做了slide show出来 因为当天播了 他们大概有两百个客人 在西班牙两百客人 还算是很多人 对 他就这么快 看完了之后 他们更加这么快 而且有这么样的质量 他们很惊讶 所以当晚播的时候 我就很幸运了 我得到了Standing Ovation Standing Ovation是什么 你们知道吗 就是像你看歌剧 看到很感动的时候 全部站起来 然后 之后你就得到了这样子的赞赏 全场站起来为你鼓掌 对啊 之后那西班牙的顾客 也介绍了很多 很多东国的顾客 民生就这样子传开了 对 像他在这个婚礼的照片上面 都可以如此地用心 然后惊艳国际 接下来他将以更精湛的 作品跟计较 还有处事方式 站上更高一层的等级 他是怎么做到的 有没有人帮他 这背后的故事又是什么 准利点 待会回来 那么在国际婚礼上面呢 已经大放异彩的Zone 接下来他在国际殿堂上面的表现 又更高了一个层级 到底是谁影响他这么多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要提到 Anthony Robbins 他跟你是什么样的关系 为什么会认识他呢 Anthony Robbins是全世界 最顶级的纪律讲师和作者 我是Anthony Robbins的 纪律师的纪律师 我在一个很奇怪的 纪律下遇到他 有一天我就去参加他的课程 我就觉得 这个人很棒 很有活力 他讲的东西都很有道理 而我觉得一个共同点就是 他讲的一些思想的方式 一些想法都是以前我在最潦倒 最落魄的时候 是同样的 所以把我相机拿出来 拍了他很多照片 对 课程是三天 第三天的时候我就觉得 我在他身上学了很多东西 照片又这么漂亮 是 我自己觉得漂亮 然后我觉得 不如我把照片给他吧 当作是一个谢谢吧 然后我就有一个机会去见他 就只有几分钟 然后他就寻找 他就说 你是死的摄影师 所以我就 蛤 你记得我吗 两天后我就收到一通电话 是他的办公室打来 就说 你有没有兴趣过来我们这边 当他的摄影师 我说 好啊 一年我大概会帮他拍照四到六次 在世界不同的国家 是 然后我应该是他的团队里面 唯一的亚洲人 然后他主要帮我的不是 就是在线迹务还是介绍的不是 我觉得最大好处就是 他的团队都是顶尖的 都是世界顶尖的 所以我一面帮他拍照的时候 我一面在他身上学东西 他处理私心的方式 他想东西的方式 同时他的团队也是很棒的 所以我是在每个人身上学东西 所以我都是 很多时候我是毛迪他生 我一边在工作 我一边在赚钱 我一边在教导别人 用不同方式教导人家艺术 同一个时候 我也是在别人身上学东西 是 对 所以那也是一个很重要 我用很短的时间学了很多东西 我知道你在他身上学习到非常多 那他可能也在你身上看到某一些特质 但是最确切的 他是怎么样帮助你在你往后的这个生涯里面 哲战生涯也好 到达下一个巅峰 就是那个转捩点你觉得是在哪里 我第一次在墨西哥拍照的时候 因为时差的关系 我第一天到了拍了一整晚 然后半夜十二点 就整团人去吃饭 他就叫我跟他坐同一辆车 我不知道那是多大的荣耀 可以跟他坐两辆车 然后我就在他旁边 在他肩膀旁边躺着睡觉 就在他旁边睡着 我希望那时没有流口水而是闭汗声 然后我醒来了之后 我就非常害羞 不是 还是非常惭愧 也不好意思 我说你这么忙 你怎么保持你的能力 保持下去 然后他说其实很简单 你只要很热忱对你做的东西 什么都不是问题 所以我第一次给了我很大的肯定就是 我过去十多年就是很热忱自己做自己的东西 是 热忱 还有第二个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 但其实是一个非常小的事 我在他身上学了一个东西就是 怎样克服自己的恐惧 就是克服对人的恐惧 对每一个做事情的恐惧 就只是这么一样的小细节恐惧 很多事情我要去做 就是恐惧天天在阻止着我 就是这个恐惧 变成一个很大的转位天 变成我之后做的事情 都是想做就去做 全力地去做 让你全心投入在你所喜欢的摄影里面 不只是摄影 我觉得是对生活的很多世界 对 所以他改变了你在看哪一件事情 甚至是看生命的角度 对 非常对 好 讲到生命这一块 旁边这一位人物就非常地重要了 达赖喇嘛 他是好多人的精神领袖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我不认识他 他也不认识我 那为什么会看到这张照片 其实是有一次在澳洲 我去摄影里面的Hilton Hotel的公馆 就看过我的照片 然后 达赖喇嘛去 达赖喇嘛演讲的时候 是住在Hilton Hotel 是 然后他就叫我飞过去了 其实我那时候还有工作在生 另外一个工作在达赖喇嘛 但是我的客服非常好 我说我要拍达赖拉拉玛拍照 但是始终卡在一起 是吗 不用紧 我换我的时间 他也换他的飞机票 在苗布林等火收非常好 所以我就可以过去同一的时候 做了一个单子 很累 再做达赖拉玛的另外一个工作 对 这是其中一个 我最喜欢达赖拉玛的照片 那我相信你拍过的名人非常多 除了安特尼·Baskin 除了达赖拉玛 还有没有任何的名人是让你觉得 你合作过 然后印象最深刻的 有 特朗普 那个 你 对 你跟他合作 我帮他拍照在美国和在伦敦 我们可以看一看吗 可以 好 我去找他照片 好 麻烦你了 好 我去找他照片 好的 好 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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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看一下 真的是他 真的是他 烧热 好 真的 这是他的签名吗 对 这有两张 这一张是他给我的 所以有他的签名 还有多一张是在他的办公室 一模一样 但是是我的签名 对 我从马来西亚 从飞机上 我去到美国 很多人问我 你来这边干什么 我说我来拍照 拍川普 特朗普 很多 尤其是女生 他们第一句话 就是 他的头发是真的吗 我觉得女生 对他的头发很有兴趣 因为是女生 对 所以 我想了很久 我就觉得 好吧 我自己先设计 第一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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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确认他的头发 漂漂亮 不会乱 不会看到兔头 对 所以我就每一张照片 确认他的头发非常漂亮 好像这个 他就 突然信息了 我想他摆这个姿势给我 但他还很好 他摆这个姿势 但他不说出来 他是摆 他这么摆 然后还好我就相机拿了 拍下来了 所以他很喜欢这个时刻 对 而有一个很转 他的头发 很整齐 对 对 很有光泽 对 所以这次你合作过 或者是你到目前经验过 三个让你印象深刻的名人 对 是 那 在这边 其实你在马来西亚也好 其实马来西亚已经是顶峰了 是不是 都没说什么顶峰 我觉得 比较有趣的就是 继续挑战 我觉得没有随时顶峰 但是继续挑战 对 于是在接触这么多名人之后 Zone后来也跑遍了全世界 对不对 对 而且在全世界的过程里面 你似乎跟某个数字 是最有缘分的 对 那么大家一定跟他一样 也是想了一下 是 他知道 但是你们不知道 他跟六这个数字非常有缘分 六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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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来说到底代表了什么 有发生什么事呢 锁定转利点 我们会告诉你 欢迎回来 还记得我身边的这位Zone吗 他自己说过 小时候有很大的梦想 其实他都会一直很想走出渔村 甚至走出世界 走出马来西亚 你做到了 而且都是跟六有关的 那是三年前一个很 很狂烈的一个方式的工作方式 我就发现我有四个不同的工作要出席 在同一个月 但这四个是在全世界四个不同的大洲 然后我本来的办法就是 就比如在英国 各十天我飞回来 然后再飞去美国 然后再飞回来 各十天再飞下去纽西兰 然后有一天我就灵机一动 我就觉得 嘿 以其浪费时间 我不如就跑过去非洲和南美洲一趟 我就把六个不同的工作结合起来 就环绕地球一周 我就用了六个星期的时间 大概六十个飞行小时 是 六百 六十千 就六万公里的飞行 六立镜头 六个星期就解决了这个旅程了 这么短的时间内为了工作拍摄也好 你完成了 其他摄影师完成不到的 你飞越了六大洲 然后你飞越了六个国家 做了这么多地方 你一定是有一个动力 如果你把你做的东西就只是当成一个工作的话 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心事走肉 除了工作以外 这是自己一个 叫什么 一个挑战 因为我会觉得我是渔村来的 很多东西可能我比别人差 比别人不好 我起步比人慢 但是我觉得 为什么我一定要输给别人呢 我们生出来也一样 第二我觉得是一个 我觉得这些achievement对我来讲很重要 还记得我说过 我可能是drop out了 我是中途拖学了 但是我现在我觉得 我要做的东西 至少要是硕士生做的东西 尤其要比他们更好 所以这是一个achievement 第三样我觉得也是一个使命感 我记得我从事摄影业 从事艺术业 很多人都觉得这是比较低级的工作 很多人都看不起的 但我觉得不是 是由我们自己去改变 第二 我觉得身为一个马来西人 我称为马来西人 我很 proud跟别人说 我是马来西人在外面 因为我觉得 我们有很好的人才 但是我们很多胆子很小 我们不敢挑战 我们不敢做太多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 我希望我可以这么做 给别人带来很多东西 是我们可以做的 因为我相信一句话叫做 一个很好的照片 遇到你的眼睛 一个很好的照片 遇到你的心 我最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照片 一个可以告诉你一些小故事 一些可以给你更多的生活上 让我启发一些照片 那么希望我们都可以 背中他的照片 去启发我们的心灵某个角落 去打开你的心 然后来看看世界 世界我们已经绕了一圈了 回到你的起点吧 家乡 对 你有没有想要卫士跟庄做一点什么 有一件事发生 就让我蛮伤心的 我会拍照其中一个 我觉得我家乡的稻田很漂亮 所以拿到相机 学拍照 就拍了很多稻田 我相信有一天 这东西会消失 我以为可能会有海外经过 可能会有 城市的发展 那还好 有规划发展 还好 铁路的经过 但其实比我想象中的更糟糕 就很流行养燕子 现在就很多农民 就把燕子物盖在稻田上面 所以都不很漂亮 很多工厂也建在上面 所以蛮大问题的 所以在景观方面破坏了好多 所以我想起 有一天我在阿根廷 旅游车只做一个很漂亮 所以一个地方是一定要去的 我去到了 不过如此 那其实是一个平民区 其实是平民区 而且 真的好不起眼 而且还要旅行满一段时候 但我发现他们特点是什么 把屋子全部游成五颜六色 就这么简单 就变成阿根廷其中一个景点 全世界人去阿根廷一定要去看哪个 如果我可以把一些艺术家 画家请来 把烟雾画一层壁画 壁画很普通 但是你要知道 你的壁画是三层楼高 七十尺 然后是树立在稻田里面 稻田有春夏秋冬 我本身觉得叫春夏秋冬 灌田的时候水冬天 长出来的时候很嫩绿的时候是春天 是 长高的时候是夏天 割草的时候变黄的时候是秋天 这是别人看不到 我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是 所以当你的画可以再这么转变 那非常漂亮 但是你要想象一张是不够的 如果我们这么大片套田 我们有三十幅 你觉得是一个极专官吗 这是全世界一个户外的艺术画 是 而且是一个绝无仅有的风景吧 我会这样说 先撇开树大便是美 光是装置艺术这个部分 就已经很加分了 那讲到这里呢 重新出发 Zone能不能给我们在电视机面前 看着节目很想跟你一样 这么成功 那你一样有这些想法 但是他们可能快坚持不下去了 这些观众朋友 给他们一些鼓励吧 太多了我想 想不想 太多了 我不觉得我今天去了世界六大洲 我今天坐在电视机前面 我就要成功 我不觉得 我觉得 其实我是走了南极 走了世界 我才觉得一个东西就是 我其实很早以前我就成功了 很早以前当我把我的思维一转 就是当我停止在埋怨 经济不好 埋怨家境不好 的时候我把想法一转 我想是上帝在惩罚我 是我自己做得不够好 当我面对很多苦难的时候 我觉得是上天看得起我 给我一个机会 然后我要把什么东西做得最好 比别人好 超越自己 我觉得我成功了 最成功就是那一个时刻 对 所以很多时候 只要你的思维一转 不好的东西都可以变成好的东西 是 思维一转 你的在列处也可以变成你的优势 你的危机就会适于你的转机 再次谢谢中文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也希望在电视机前的观众你们 把每一个人生的危机 都传化成你的经历 令到你的人生更加的精彩 谢谢你们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着 就会说